某個行星到太陽軌道 它是圓形的 假設是圓形的 周期是R 掃過的面積是A 請問它的速率為多少 工廠的速率是多少 A它已經給你了 它叫做 單位時間掃過的面積 這叫做 面積速率 我們用假設半徑是R的話 半徑成半徑成3.14 這是面積 面積除以時間 這就是它的面積速率 那我們開始推導一下 一過去R平方 π等於At 因為R題目沒有給 所以我們想辦法把它換掉 R會等於多少呢 它會等於 At除以π 再開更好 就得到這個數字了 切線速率怎麼算呢 切線速率我們可以用 速率嘛 路徑長 就是圓中 路径長,就是圓周,除以時間,就是周期 繞一圈的時間就是周期 路径長,直徑,乘以三點一字 除以時間,就是一周期 所以我們可以寫成2R,叫做這個數字 代入AT除以π,再乘一個π,再除一個T 就可以算出我們要的答案了